好 僅僅是週六 週日 加上今天週一 短短三天 您知道嗎 我們因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 就累積起來將近百人 一共99人喪命 我們想問政府 這99條人命 有沒有可能不用犧牲 就在我講話的這個同一時間 又傳來最新消息 我們台灣的死亡率 新冠肺炎人的死亡率 又創新高 是2.6% 我上節目之前 還問了我們的製作人 是本來是2.4 大概2.4 2.5 現在又創下新高了 所以我們實在很難 去相信政府這幾個干預的手段 是有效的 要不然為什麼 死亡率一直不斷的創新高 我之前講一件事情 這個請醫學專家 張聰淳教授跟大家解釋 我們為什麼是2.6 2.5或2.6 然後國際是2.16 我們比較高 當然高一點 但是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甚至一個評論員 我所看到過去段時間 有好幾個狀況 剛剛輝瑞學長講的 在家裡面猝死的 那個可能還沒有算進來 第二個可以直接說的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親政醫院 我們只有集中檢疫中心 其實是飯店所改的 已經陸續好幾個例子是 他確診了以後 他沒有症狀 他住到了集中檢疫中心的那個飯店 然後過兩天看 已經在裡面往生了 這就是問題 因為他的隱密性夠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讓醫護隨時看到他的狀況 像我現在可以馬上看到對不對 這個輝瑞哥的狀況 他說什麼臨水 我給他倒地 但是我們沒有 那這種狀況的這種 明明可以照護 而沒辦法照護 英國南丁格爾醫院 我上次在我們節目秀給大家看 今天就不秀了 你看一排大家在那邊看 那因為我們一直堅持不用這種方式 輕症跟無症狀在一個大的地方 讓醫護人員能夠再不用耗費 非常多醫療治的地方看他 那或許他本來的狀況 以這次來看猝死那麼多 他可能今天還OK 明天突然就喘不過氣來了 然後旁邊沒有人 然後就沒有辦法協助 他就走了 所以如果你在那樣子的 可以被檢視的 輕症醫院的話 就可能可以救助 這個可能跟死亡率的高低 有一點點關聯 是 來 賴慧瑞 香港不打的說要捐給WHO 香港你可以捐給台灣 好不好 BNT疫苗 我們有錢買不到 你打 你不想打沒關係 不要捐給世衛 直接送到台灣來 這個剛剛 可是我們政府說不要 香港的他沒講 香港就從那個上海復興來的 他不要 對 錢子 你不要幫陳時中講話 我們幫老百姓講話 香港你就捐給我們 你要讓蔡英文 陳時中出來講說 香港要送給我們的我們不要 你叫蔡英文跟陳時中講 對著那些死亡的人講 這個可以刷到五點 我到五點 我們昨天跟你講的 我們昨天的確診是這樣 越南是這樣 今天的數字 請大家自己看 我們已經死亡到286了 這是我們連續四天的統計 21 37 36 26 請大家看下面紅的數字 死亡的這麼多 你看新加坡570萬人 確診6萬多 人家死亡33 我們一天死37個人 一年多死33個 我們一天死掉的比人家一年的還多 張善淳昨天講什麼 他說死亡率不能簡單比較 我就這樣比較 一年多跟一天比 我為什麼不能比較 莫名其妙 他說我們也注意到跟全球比 好像超過全球的狀況 這個是我們的死亡率是這樣 這統計到6月5號2.04% 2.04% 昨天2.4% 今天2.6% 站站咖 站站館 這怎麼解釋 這個是我們全球防疫模範生 繳出來的數字 你蔡總統說我們疫苗要等 剛剛韋翰也講說 我們那個一個禮拜打100萬劑 到10月才可能群體免疫 所以觀眾朋友 我沒有跟你打高空 你要跟你的這樣想說 我們每天這樣子 就像前指你剛剛講的 他就不升4級 他就3級這樣的運作 我們也運作了半個多月 這樣的日子 你要至少過到10月 然後你疫苗你可能打不到 因為你的各種的年紀關係 你可能打不到疫苗 你要撐到10月 你受得了嗎 還是說我們要想什麼方法 請政府想看 前指你剛剛講的 我同意 如果用這個去問蔡總統 他一定要這個是經過 上海附近的疫苗 我們不要 可是我想請問蔡總統 我也想請問陳時中 我們現在還有那個行情 跟人家說不要 我們沒有那個行情 我們沒有那個主機 現在有各種的疫苗 願意給我們的 我們都應該跟人家謝謝 然後趕快讓大家打 其實只要是WHO 只要是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的 合格的疫苗 照理說我們都應該要接受 沒錯 好 我們現在趕快來接 觀眾朋友的call in 這是永和的蔡先生 蔡先生請說 各位來賓大家好 因為我覺得陳時中 從去年到今年來 他已經犯了非常多的錯誤 其實他在從包括他諾富特的部分 還有疫苗的超前部署 他其實所謂的疫苗 他認為當初認為是因為台灣沒有疫情 所以他根本不想準備疫苗 就到了現在因為大家有了疫苗護照的時候 他才現在急著去外面訂疫苗 當然是訂不到 所以他現在才會說他訂不到疫苗 第二點就是說他以政治掛帥 他用政治去用政治 非常謝謝您的電話 不好意思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 我們再接下一通電話 這是台北的陳先生 陳先生請說 陳先生 陳先生 請直接說 輝文 輝文 那個韋汗 我跟你講說 台灣的政府時已經是詐騙集團了 這些數據團這些都沒有用 我們在浪費的口頭 浪費都沒有用 我這邊今天就這三點 現在我們大家已經討論得很清楚了 第一個 要解決這個問題 把這個醫療系統 整備起來 因為 台北市新北市已經操練過一次了 第二個 普篩這是一定要處理的事情 普篩完就是因為會發生醫療系統一定要增加 第三個 疫苗的問題 那是一定要有疫苗的 不然沒辦法解決全世界都知道 那疫苗怎麼取得我本身電子業的 非常時期 回文你剛剛講的 總統下令 台積電的所有的東西不准出口 德國要出口 IG 要我們出IG 疫苗拿過來 美國要我們IG 疫苗拿過來 為什麼我們台灣變成第三世界國家一樣 為什麼我們不是跟香港 跟日本 跟德國 美國 都採購這麼多 以前我們四小龍射太多 現在拿什麼小龍啊 好 非常謝謝您的電話 也謝謝您的意見 我們再接一下通電話 就是英哥的莊小姐 莊小姐請說 莊小姐 您好 您好 現在的執政黨 螺絲掉滿地 一連串的政策錯誤 造成台灣人民這麼多人在受苦 這個機場的大破口 導致疫情這麼嚴重 請問有負責任嗎 這政府有出來負責任嗎 然後再加上 這麼多的人在受苦 像我自己的父親 是癌症 癌症的病患 我們現在都不敢去醫院 我們也害怕就是被感染 也害怕造成醫院的負擔 我覺得說這種政府 我們應該要讓他下台 對不對 小姐請問一下 因為您父親是這個癌症病患 他是不是被列在比較前面 你有被通知到他什麼時候可以打疫苗嗎 我們沒有被通知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現在就是說 這個 郭台銘先生 跟這個就是說 佛光山要捐這個疫苗 沒有感覺到政府 沒有感覺到蔡英文的 積極的 要把我們來接受這個疫苗 一直在卡關 我覺得這樣 他沒有把我們人民的生命財產 放在第一位 好 非常謝謝您的電話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再接下一通電話 是南港的李先生 李先生請說 李先生 前子 是 菲尾 尾翰 你們好 是 我是 一個全盲的 我是四大按摩斯 今天造成這樣子 大家都沒有工作 這個政府 也說算無能 美國 他要出手 他都是有考量他們自己的利益 才會出手 很多官員都是 睜眼說瞎話 然後 很多遇到事情就真功為過 很多事情 是 李先生我想先請教一下 因為他剛剛有表明他是一個視障人士 他的職業是按摩師 李先生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很多人可能都不按摩 我想問一下您的生意現在如何 有 都沒有嗎 都沒有 停擺啊 現在不行啊 都沒辦法啊 是 那您有一些救濟的管道嗎 譬如申請國家的一些救濟或者是其他的 紓困或救濟管道 紓困是有啦 但是你沒有疫苗還是未來你還沒有 等於看不到未來 那您有多久時間沒有收入我可以問一下嗎 就 五月十五開始嘛 從五月到現在 對啊 都是 很麻煩啊 大家搞成這樣子 烏煙瘴氣 好 很慘就對了 好謝謝李先生也請您多多保重 其實蔡總統他在疫情升級以來 他已經四次在電視機前 在總統府發表談話了 可是蔡總統如果可以多聽一聽 像我們剛剛接這些call in的民眾的聲音的話 我相信會好非常多 你敢接call in 蔡總統敢接嗎 蔡總統連記者都不敢給人家提問 那笑死人 蔡總統你不要歸在總統府或是官邸了 你就來上前職的節目 我跟韋翰去當FD 你就坐在這邊接call in 我笑你不敢 他不敢接call in 他連讓記者提問他都不敢 前職你說他四次出來講話 四次都廢話 蔡總統你多久沒有讓記者提問了 你不敢 剛剛陳先生講得很好 我們有籌碼 前職我們不是要去當壞人 說你不給我疫苗 我就不給你晶片 我們不是這樣 而是蔡總統你要聽懂陳先生的話 你要去試 我們不能靠美國跟日本的施捨 讓他騎蓋 謝謝你給我疫苗 就跪下來 你要去采科 那我們來談 你不是說你談判專家 我手上有台積電 你有什麼你有疫苗來換 看怎麼喬 你做了 你只會三更半夜打電話給消滅情 你會幹嘛 沒有用 沒有意義 我們不要人家的施捨 我們台灣有我們的優勢 蔡總統你要掌握我們的優勢 去跟人家談 你試過了如果失敗 我絕對不罵你 我還幫你加油 你連事都不是只靠別人的施捨 才前置我們實在 國際間很難讓人騎去 我們必須要用我們自己的武器 然後來做一些談判 蔡總統到底有沒有試過 我跟大家講 剛剛那位先生打電話 我聽得很難過 因為有些人他還可以上班 在家上班 還可以領薪水 但是像這種 他服務業他沒有 他完全是歸零 他們生活是痛苦的 可是他剛剛講話的聲音 你看他還是很平穩 他也沒有說我要怎樣怎樣 總統要多聽聽這些人的聲音 還有一點 剛剛惠仁哥講的我贊同 這種時候總統應該出來開記者會 讓記者去問他要跟國人說明